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些我们都归入到第一个部分 病因学里面 然后呢 我们根据是否存在着辅着丧失 是否有牙草骨的吸收 将其分为两大类的疾病 一类它指的是牙龈疾病 那么一类就指的是牙周疾病 好 那么在牙周疾病之后呢 我们会去讲到整个的一大块的内容 是关于整个牙周病的治疗 包括了四个阶段 基础治疗 还有手术治疗 修复治疗 以及最后的维护期 在整个的牙周病学里面 我们的特点就是 它所涉及到的内容 出到名词解释 出到简答题 就任何一个项目给它作为一个出题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一个着野点 所以它这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了生物学宽度 比如涉及到的辅着水平 涉及到的根分差并变 以及还有我们所提到的根庙平整数等等 它随随便便拉出来 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名词解释的 那么另外来讲 说在牙周的治疗里面 说什么是分半数啊 分半数应该如何去治疗啊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面去提到的牙周的基础治疗 包括了哪些项目啊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拉出来作为我们的考点的 那么牙周病学里面所涉及到的分值是比较的高的 比较的高 好 同学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牙周病学 牙周病学它指的是发生在牙周支持组织的一系列的病变 包括炎症的以及出现了牙草骨的破坏吸收等等表现 那么这种牙周的支持组织就包括了牙银 牙周膜 牙骨质核 牙草骨 那么其中我们必须要去看一下牙骨质 在牙体牙髓里面我们说过牙骨质是属于牙体的硬组织 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它又是属于牙周的支持组织呢 是因为我们有牙周膜纤维 牙周膜的纤维一端它是嵌入到牙骨质的 而另外一端它是嵌入到牙草骨的 所以牙骨质又成为了牙周的支持组织 所以牙周的支持组织就包括了四部分 分别是牙银 牙周膜 牙骨质以及牙草骨 这是第一个需要了解到的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章所涉及到的内容 牙周组织的应用解剖和生理 那么先来看这张简图 在这张简图当中 希望同学们先要认识一下我们整个的牙周的支持组织 在这里面外观上能够涉及到的内容 说对于整个的牙体组织 它外面包裹着的我们把它叫做是牙银 但是呢牙银其中有一部分是探针可以探入的 有一部分探针是进不去的 是固定的 附着不动的 那么由此我们分别将其称为是游离营和辅着营 那么这两个概念 如果要给它给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去定义它 游离营就指的是包扰在牙颈部的营远 到达营钩高底之间的这一部分的距离 探针可以探入 那么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游离营 而游离营向下 同学们能够看到这一部分它是辅着不动的 我们把它叫做是辅着营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说辅着营 它是从营钩的高底到达什么地方呢 我们无法定义 那么由此我们会引入第三个概念 叫做磨营联合 磨营联合它指的是我们可以移动的嘴唇的这个黏膜 叫什么下方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是牙槽黏膜 牙槽黏膜跟辅着营之间的这个交界线 就是我们所画出来这个交界线 我们把这个交界线就叫做是磨营联合 那么由此呢 现在同学们我们在口签当中探针可以插进去 从营而到达营钩的沟底之间的距离 我们把它叫做游离营 而从营钩沟底向下到达磨营联合之间的 是辅着在牙槽谷上面固定不动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做辅着营 而刚才说的磨营联合它就指的是牙槽黏膜跟辅着营之间的交界线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简图之后再回归到我们口腔当中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口腔当中的表现 口腔当中依然是从营卵到达营钩的沟底 我们探针是不是可以插入进去 那么我们把它叫什么 叫游离营 而游离营的营勾沟底向下 来看这一部分 着色是不是变浅了 它附着在牙槽谷上面是固定不动的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就叫做是辅着营 而辅着营是从营勾沟底到达了哪里 到达了摩营联合 那么这个摩营联合 它就指的是由牙槽粘膜和辅着营之间的交界线 交界线叫做摩营联合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习整个牙周病学时 最先接触到的三个概念 什么是游离营 什么是辅着营 什么是摩营联合 先把这个搞清楚 搞清楚 那么了解到这个点了之后呢 我们请同学们来看一下泡面图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在口腔当中的一个平面图 那么这个图它是一个泡面图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啊 我们必须要去学会认识这个泡面图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去讲到牙周手术 还会讲到生物学宽度 辅着水平等等等等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图 好 在这个图片当中请同学们先来看到这一部分的组织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牙齿的牙右指 然后牙右指向下 这一部分它就指的是牙骨质 由牙右指到牙骨质之间的交界线 这个它就指的是右牙骨质界 叫做右牙骨质界 啊好 那么以右牙骨质界为起点 我们的牙银组织它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罐上的 但是从组织学角度来讲 我们所提到的牙银上皮 牙银上皮分为三部分啊 我们第一部分能够看到的外界的这一层的牙银 就叫做是牙口腔的银上皮 银上皮 而有一部分的牙银组织 它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银沟构成了银沟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做沟内上皮 沟内上皮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会发现 它其中有一部分是附着在牙罐和牙颈部之间 也就是右牙骨质界之间的这一部分的组织 叫做结合上皮 而结合上皮同学们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那么后面会去讲到整个的防御机制 它会构成整个牙周组织的第一道屏障 第一道屏障啊 好 那么现在呢 请同学们看一下啊 在我们整个的牙银的外侧 在口腔当中能够暴露出的这一部分 叫做是什么上皮 叫做是口腔的银上皮 那么有一部分是我们在牙周的银沟里面的 这个就是所形成的这个银带 是吧 银沟里面的我们把它叫做沟内上皮 沟内上皮 沟内上皮再向下会出现一部分的组织 它会封闭整个的软硬组织 那么这部分组织叫做结合上皮 那么在这里我首先要请同学们要了解到一个点啊 说结合上皮 结合上皮 它的灌方 灌方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结合上皮的这个灌方 恰好它是不是构成了我们整个的银沟的沟底 结合上皮的灌方构成了银沟的沟底啊 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啊 知道这个概念 这是我们在第二个能够了解到的解剖的正常的解剖结构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啊 再来看一个 刚才我们说探针它可以插入进去 插入到什么地方 插入到了银沟 然后在银沟的沟底 它会附着着一层的组织 叫什么组织 叫结合上皮 那么结合上皮到达右牙骨之界 而右牙骨之界向下 右牙骨之界向下就到达了牙槽极底 那么从右牙骨之界向下 所附着的组织 叫做结地组织 叫做结地组织啊 叫做结地组织 那么我们将结合上皮和结地组织 它们俩之合 也就是说 从银沟的沟底向下 到达牙槽极底 那么这一部分的组织 就叫做是生物学宽度 它是从结合上皮的最惯方 向下到达右牙骨之界 再包括了结合结地组织 到达了牙槽极底 那么这一部分组织 就叫做是生物学宽度 叫BW 叫做BW 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么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组织 当我们在名词解释里面 看到BW时 就知道它应该叫做生物学宽度 生物学宽度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从银沟的沟底 到达牙槽极底之间 所充填的结合上皮和结地组织之和 就叫做生物学宽度 而这个生物学宽度 它是固定不变的 它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固定不变的呢 这是从我们整个人体的解剖之后 测量而得到的结果 那么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这张图 来认识生物学宽度 它是如何的固定不变的 好 我们先来找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它指的是谁 指的是银沟的沟底 向下到达了右牙骨之间 而再向下到达了牙槽极底 我们把从银沟的沟底 到达牙槽极底之间的距离 叫做生物学宽度 那么从这几张图片当中 我们会发现结合上皮的惯方 也就是这个银沟的沟底的位置 它是可以变化的 随着我们正常的牙齿的门出 它就会向下退 退到什么地方 退到右牙骨之间 退到右牙骨之间 那么到退到右牙骨之间时 它都是属于正常的 都是属于正常的 而当我们出现一种叫做是牙周岩时 这个我们形成的结合上皮所在的位置 它会向根方增值 向根方增值时 那么所形成的这个叫做是牙周岸 带底的这个位置呢 就会位于右牙骨之间的根方 那么由此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里我们从带底 迎勾的勾底向下牵沿牵沿 到达右牙骨之间 再向根方增值位于根面上 位于根面上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之后 说带底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那么我们的生物学宽度 刚才说是恒定不变的是多少 两个毫米 所以我们的牙槽脊底 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它就会向发生吸收 也是向根方发生吸收 发生吸收 那么由此同学们就会看到 说生物学宽度两个毫米 固定不变 当我们的结合圣匹的冠方 也就是这个营勾勾底的位置 它向右牙骨之间走走走 越过了右牙骨之间 到达根方时 由于生物学宽度两个毫米固定不变 那么我们的牙槽脊底 一定会向下发生吸收 发生吸收 这是关于生物学宽度里面的一个难点 同学们必须要去掌握到它 好 那么知道这个点了之后 我前面说了一个点 说结合上皮 封闭了谁 结合上皮封闭了我们整个牙面的 这个软硬组织 那么我们把这种软硬组织就叫做是 营牙结合部 结合结合 Jackson 是不是Jackson 所以呢同学们 我们把这个要记下来 要记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解释 指的是牙银组织借助于谁了 借助于结合上皮 借助于结合上皮牙面发生连接 将良好的封闭了软硬组织之间的交界处 交界处啊 而结合上皮对牙的辅着 因为牙银纤维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这个就叫做是营牙结合部 好了 同学们来看这个图啊 依然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图 说借助于谁 借助于结合上皮 是不是将我们整个的牙银组织 软组织和幼稚 牙幼稚 这个牙面之间的这个交界处给它封闭好 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第一道的屏障 那么把这一部分的组织 把这一部分的组织就叫做是营牙结合部 它其实就指的是谁 就指的是结合上皮 就指的是结合上皮啊 同学们 这是营牙结合部的概念 好 那么吃到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进入到第二章 牙周病的微生物学 牙周病的微生物学啊 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第一章当中 我们学了什么样的正常的解剖结构呢 同学们 我们来画一颗大大的牙齿 大大牙齿 那么这个牙齿就会发现 这是谁 右牙骨之间 当牙齿根根蒙出时 我们的牙龄 它会附着在这个地方 那么附着在这里 探针是不是可以从营而探入 到达营沟沟底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叫做是什么呢 叫做是游离营 是吧 叫做是游离营啊 好 那么游离营到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外面辅责的这一部分就叫做是辅着营了 还是辅着在牙草骨上面的叫做是辅着营啊 叫做是辅着营 好 那么说辅着营再向下与牙草黏膜之间会出现一个交界线 那么这个交界线叫做是什么呢 叫做是磨营联合 是吧 磨营联合啊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泡面图 当我们的探针插入之后 它位于结合上皮的最惯方 那么这个位置它就代表的是营沟的沟底 而营沟的沟底在位于右牙骨质界之间充填了一部分的组织 这一部分的组织叫做是什么组织 叫做结合上皮 结合上皮 那么结合上皮 它将我们的牙体和牙银组织之间的这个交界线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封闭 那么从而接种于结合上皮 与下方的牙周膜纤维之间发生相连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又叫做是营牙结合部 它又叫做是营牙结合部 是吧 叫做营牙结合部 好 同学们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从营沟的沟底向下到右牙骨质界 营牙之间是结合上皮 从右牙骨质界到牙槽集体之间 它充填的组织是谁呀 是结地组织 结地组织 那么我们将结合上皮和结地组织之间的这一段 叫做是BW 叫做BW BW是什么呢 是生物学宽度 恒定不变 恒定不变多少个毫米 两个毫米 两个毫米 而当我们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亚洲带时 形成了亚洲带时 那么这个带底的位置 它就会向下发生牵沿 它会向这个地方走 那么向这个地方走时 由于生物学宽度的原因 它到达牙槽集体之间的距离 依然要保持多少呢 依然要保持两个毫米 所以所形成的这种亚洲带的带底 到达牙槽集体之间的距离 依然是多少 是两个毫米固定不变 这就叫做是生物学宽度 叫做生物学宽度 好 这是我们在第一章当中所学习的内容 这里面的概念是比较多的 来看第二章的内容 亚洲病的微生物学 亚洲病的微生物学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 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 这个叫做是亚洲的生态系 亚洲的生态系 看到这个英文单词 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生态系 是吧 好 所以我们只关注这个就可以 亚洲的生态系 它指的是亚洲的正常的群群之间 以及他们与宿主之间 会发生相互的作用 那么这种相互的作用就被称作是亚洲生态系 名词解释 好 同学们 名词解释 亚洲的正常群群之间 以及他们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叫做是亚洲生态系 那么在这个亚洲生态系里面 我们主要的说 里面的这种细菌正常的群群 以及我们的致病菌借助于哪种方式存在呢 主要借助于一个叫做亚洲斑 八 亚洲病在发病的过程当中的始动因子 就叫做是亚洲斑 始动因子就叫做是亚洲斑 那么亚洲斑生物膜 这也是一个名词解释 这也是一个名词解释 亚洲斑生物膜 它指的是附着在口腔当中的 不能够被水冲去的细菌性团框 那么这种细菌性的团框 是由机制包裹的相互的黏附 或者是黏附于牙面 以及修复体表面的软而未宽化的细菌性同体 全体 所以呢 同学们我们在这里面你必须在答题时要答出来的关键词 它是由机制和细菌性群体而组成的 那么它有没有发生矿化 没有 叫做软而未矿化 所以在口腔当中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三个历程 一个是软垢 当进食之后附着在牙面上面的能够被水冲掉的 叫做是软垢 叫做软垢 那么继而形成了有机制包裹的细菌性团体 它附着在牙面上 它是不能被水冲掉的 那不能被水冲掉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始动因子 叫牙菌翻 叫做牙菌翻 那么其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细菌在口腔当中有吞液的作用 不断不断的被矿化 矿化之后 它就通过刷牙是不能去除掉了 必须要通过节制的方法才能够将其去除 那么这种就叫做是牙食 所以我们类比的去记一下 牙菌翻是附着在牙面上面的软而软 为矿化的细菌和机制 细菌是被谁包裹着 被机制包裹着 被机制包裹着 那如果同学们把这个东西还不是特别清晰的话 同学们来看这个图 来看这个图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我们看到 下面的这一部分它指的是牙面 牙面 牙面上面有谁 有获得性膜 获得性膜 获得性膜先贴在牙面上 贴在牙面上之后 我们的细菌性的群体 它就会抱团 它就会抱团 那么在这个抱团的过程当中 它周围是由谁包裹着 看这些东西周围是由被谁包裹着 是被机制包裹着 是被机制包裹的 所以我们所形成的这个牙菌般生物膜 就指的是附着在牙面上面的 有机制包裹的软而未矿化的细菌性群体 细菌性群体 好 那么知道这个点了之后 现在同学们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一个问题 说这种细菌性的群体 是借助于获得性膜 有机制包裹着的 那么请问同学们 说在细菌的内部 在这些细菌的内部 它是有氧的还是无氧的 是有氧的还是无氧的 它是无氧的 因为说这种细菌它抱成了团 是吧 好 那么当这种细菌 它在接近于这个细菌的表面 细菌的表面 我们说有唾液 它有一个叫做是水性通道 那么这种水性通道 接近于表面时 它有氧还是无氧 这个时候它就是有氧的 这叫做是有氧的 所以这是整个牙菌般微生物膜的 结构特点 结构特点 好 那么整个牙菌般微生物 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我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是获得性膜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细菌的粘附和聚集 第三是菌般的成熟 那么在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来看第一个获得性膜 获得性膜是细菌怎么要在牙面上 能够并居下来 中间必须有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双面胶一样 先贴在芽面上去 然后我们的细菌才能够在它的上面生长繁殖 所以获得性膜是借助于唾液蛋白或者是糖蛋白 唾液蛋白或者是糖蛋白 它贴附在芽面上去 那么贴附在芽面上去最初对芽面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么紧接着与它关系比较好 一定是有选择性的 与它关系比较好的细菌 主要是一些格兰师阳性的球菌 那么这些阳性的球菌当中最为主要的是练球菌术 练球菌术它占优势 那么细菌慢慢的慢慢的就开始在上面生长繁殖 就定居下来定居下来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破坏作用 那么这时候最终就会出现菌斑的成熟 那么菌斑成熟之后 它其中的以格兰师阳性的球菌最初为主 而就会转变为格兰师阴性的燕氧菌为主了 那么转变为格兰师阴性的燕氧菌 其中能动菌和螺旋体的数量会增加 能动菌和螺旋体的数量会增加 所以呢同学们我们记忆的过程当中这样去起 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心情特别好 因为阳光照大地 是不是它是一个阳性的 我们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的 是吧好那么等到晚上太阳落山了之后 是不是就变得阴暗下来了 是吧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就收获满满 收获满满啊 这说明它就成熟了 是吧说明成熟了啊好 那么成熟了之后菌斑能够被显色剂染色的时间 12小时 9天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菌 10到30天就可以成熟达高分 10到30天的时间就可以成熟达高分 这是整个我们在亚菌斑生物膜的形成当中的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好那现在同学们来想一下啊 它的形成我们将其分为几个阶段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是获得性膜的形成 获得性膜就像一个双面胶 借助于谁 借助于脱液蛋白和糖蛋白 先贴附在牙面上 那么贴附在牙面上之后 细菌它就开始生长繁殖 最先定居的是什么 是早上起来之后阳光满面 是吧 所以说是改来是阳性的球菌 那其中最主要的是练球菌 好 那么他们定居了之后 慢慢慢慢的就各种各样的细菌都会在上面发生定居 从而会达到菌斑的成熟 那么菌斑成熟时 有葛兰式阳性就会变为葛兰式 因有里面的练球菌 从而就会转变为螺旋体和能动菌 是不是啊 螺旋体和能动菌 好 这代表的是菌斑成熟 菌斑成熟了之后呢 我们有三个时间段 这三个时间段能够被菌斑染色剂染色的时间 12小时 几天就可以形成复杂的生态群 9天 完全成熟达高分几天的时间 10到30天的时间 10到30天的时间 好 这是我们整个的牙菌斑微生物膜的这个形成的过程 刚才我们说牙菌斑微生物是牙周病的始动因子 那么我们应该为它提出证据 你如何去证明它就是一个始动因子呢 同学们来仔细的听啊 仔细的听 那么我们有一位教授 就是我们在校里面的老师是吧 在校老师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实验我们在预防里面 给同学们讲过啊 之所以能够进行成为一个实验 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随机化分组 然后一个叫做是干扰条件 好 我现在将我们在教室里面的200人随机化的分组 分为A组和B组 各100人 各100人 我其中对A组的同学说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必须严格的用80刷牙法刷牙 而B组的同学呢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去刷牙了 不要去刷牙 我们举班成熟需要多少天 10到30天 好 我大约是在10天之后再去观察 你会发现什么现象 同学们猜一下 一天刷牙都受不了 一天不刷牙都受不了 何况是10天的时间 所以说这10天之后你会发现牙龈表面就会出现一些菌斑的附组 然后它牙龈组织就会出现鲜红色 冲雪 探诊之后容易出血 就会出现牙龈炎症的表现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叫做实验性银炎 实验性银炎就证明了牙龈班是石动因子 而所用的这种方法叫做是什么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吗 是吧 预法里面给同学们提到了啊 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啊 这是一个点 好 那么10天之后我验证了这个点 它就是石动因子 我再继续做实验 7次做实验 我将A组和B组 从第11天开始 他们两者全部都去使用 80刷牙法 那么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那么我们通通采取了80刷牙法之后 也就是说用机性的方法除掉菌斑 就会发现它原有的炎症 B组同学的原有的炎症 是不是就会消退 那么它反 是否能够证明出菌斑微生物就是石动因子 好 可以的啊 用机械除菌或者抗菌治疗有效 反向的证明菌斑微生物就是亚洲病的石动因子 但是呢 我们在动物身上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话 确确确实实有点违背人道主义原则 那么由此我们最好是在谁身上 动物身上去做 人身上不好做吗 是吧 我们在动物身上去做啊 动物身上它其实真正意义上引发的是宿主的免疫反应 是宿主的免疫反应啊 这叫做是菌斑微生物作为亚洲病的石动因子 它所提出的证据 是吧 提出的证据啊 记的过程当中非常好记 我先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实验 而这个实验利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 流行病学的调查方法 好 当我机械除菌之后 有效反向的就证明刷牙 炎症消退 反向的证明菌斑微生物 它就是一个石动因子 最好在谁身上 动物身上引发的是什么 宿主的免疫反应 是吧 宿主的免疫反应啊 好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石动因子的证据 那么在之后呢 同学们看一下菌斑微生物的分类啊 亚菌斑微生物 我们依据银软尾介 将其分为银上菌斑和银下菌斑 银上菌斑和银下菌斑 那么我们在记它的英文名字的时候 先看这里 super 是吧 super 那这它就指的是一个上面 银上 银上 是位于银软以上的亚菌斑 亚菌斑 那么另外一个呢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叫做是银下菌斑 银下菌斑是这个B 是不是啊 sub是super 一个是sub 所以说这个B 它就指的是银下菌斑 银下菌斑又根据它是否附着在根面上 是否附着在根面上 附着的叫做attached 叫做attached 这叫做是附着性的亚下菌斑 那么另外一个unattached 这叫做非附着性的亚下菌斑 非附着性的亚下菌斑 名字解释啊 同学们 名字解释 说这种附着性的 它是银下菌斑 附着在亚根面上 叫做附着性的亚下菌斑 而这种亚下菌斑 并没有附着在亚根面上 而是位于整个的这个 牙龈的亚儿以下的表面 或者是直接与银沟上皮 发生接触 也就是说 它并没有这个亚面接触 它是与银沟的上皮 这一部分发生接触 那这个就叫做是 非附着性的亚下菌斑 啊 名字解释 好 那么知道它这样的一个 风味了之后 我们再去看里面 最细节性的东西啊 同学们想一个问题 想一个问题 说银圣菌斑 暴露在口腔当中 那么它是需要的 还是艳养的 它肯定是需要的 是吧 需要的 那么亚下菌斑 它是位于这个根面 以下 那么根面以下的时候 它与空气很难发生接触 所以它应该是 艳养的 是吧 它应该是艳养的啊 那除了它们两者之间 还有一种像两栖动物一样的 坚信菌在这里 这是主要的菌群 去了解到它 了解到它 那么另外一个呢 同学们 想一下 说迎上菌斑 它容易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呢 会导致取病 以及迎上牙食的形成 而辅着在根面上 辅着在根面上 它就会形成 迎下牙食和 根面取 是吧 根面取 好 那么非辅着性的迎下菌斑当中 同学们 这里面同学们想 它没有辅着在根面上 是不是就说明它能动 能动时里面含有的主要的致病菌 叫做能动菌核螺旋体 因为它行动的那个轨迹就像螺旋状态 叫做能动菌核螺旋体 这是方便同学们记忆的 所以这种能动菌核螺旋体 它是导致牙草骨的快速破坏有关 那么我们将非辅着性的影下菌斑 又叫做是牙周炎的进展前沿 又叫做是牙周炎的进展前沿 这是在迎下菌斑当中 我们能够提到的 那么迎下菌斑当中 我们看到根据这些细菌 它的这样的一个去集性 就是谁跟谁好 去集性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六层复合体 那么六层复合体 同学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 第一层复合体红色 第二层橙色 第三层黄色 第四层绿色 第五层紫色 第六层蓝色 红层黄绿紫蓝 像什么的颜色 像彩虹的颜色吗 彩虹的颜色叫做红层黄绿青蓝紫 没有青 把紫和蓝掉个个儿 先进入它的这个颜色 颜色 颜色之后 我们来记它里面的主要的致病菌 致病菌 在第一层复合体当中 最主要的致病菌是 齿钩蜜螺旋体 牙龄不灵丹包菌和 福塞坦氏菌 那么由此 我把它叫做是红 萝卜 符 红萝卜 是不是 红萝卜 说这个吃红萝卜 很有福气 叫做红萝卜 那么在橙色复合体当中 我们记叫 陈区中 区核三感军合 中间普世群 黄 黄色复合体 那么我们有一个叫做是黄色的产业链 说最早 最早的时候 在这个广州的这个东莞地区 是不是 好 叫做黄色的产业链 叫做黄链 叫做黄链 那么另外呢 同学们看一下绿色 绿色的时候怎么记呀 它是半方性去其感觉 同学们想 说绿叶 它永远是一个陪衬的作用 衬什么 衬红花 所以说 这个绿叶 它也是陪伴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绿瓣 那么绿叶 它要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 呼吸时需不需要二氧化碳呢 它是需要的 它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绿瓣 叫做绿瓣 那么蓝色 同学们想 蓝色 我们在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 这个天线宝宝 其中是不是有一个蓝色的天线宝宝 是吧 蓝色的天线宝宝 我们把它就叫做是蓝方线 蓝方线 那紫色的复合体 叫做紫色的伪小宝 小维勇军 小维勇军 由此我们可以给同学们归纳出一个口诀 叫做红萝卜服 成居中 黄链绿瓣 蓝方线 这里面指的是最为主要的致病菌 同学们 我们能记住吗 叫做是什么 叫做红萝卜服 成居中 黄链绿瓣 蓝方线 紫色的谁 紫色的小维勇军 小维勇军 好 这是主要的致病菌 那么说群斑的 亚洲的微生物 它的致病机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刚才我们引入到了 很多很多的细菌 是吧 那么它们的主要的致病机制 是什么样子呢 记住 它是一个机会性的感染 也就是说 在正常的口腔当中 它本来就原先就是存在的 只能说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 它才会致病 而这种致病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啊 一个是亚洲微生物的直接作用 一个是亚洲微生物会引发宿主的免疫反应 前面已经提到了啊 宿主的免疫反应 说这种直接作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说这里面的微生物 它会定制 从活 繁殖 繁殖之后就会入侵到宿主的组织里面去 那么宿主组织里面入侵之后 它就会损害到宿主的亚洲组织 通过什么损害 它会产生一些物质 那么在这些物质当中 它会释放出一些像内毒素呀 像各种各样的酶 胶原酶 比如说胶原酶 那么这个胶原酶是什么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胶原纤维的 它会把胶原纤维会发生相应的破坏 是吧 导致胶原纤维变得脆弱 变得脆弱 这叫做是胶原酶 还有一些蛋白酶 透明脂酸酶 以及硫酸软骨素酶等等 这是第二种啊 那另外它还会释放出一些毒素 像白细胞毒素等等 白细胞毒素等等 那么这就是它会产生一些毒素 产生一些酶 从而对宿主的亚洲组织 产生破坏作用 产生破坏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它会抑制和逃避宿主的防御反应 它会抑制和逃避宿主的防御反应 所以它的直接作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这种微生物会定质 从活繁殖在亚洲组织里面 那入侵到亚洲宿主组织之后 它会释放出一些毒素和一些酶 从而会产生破坏作用 那么同时呢 它能够抑制和逃避宿主的防御反应 这是第一个方面 直接作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 它会引发宿主的免疫反应 说正常情况下你打我一拳头 我可能默不作声 我可能默不作声 但你真的再要去招惹我 我就会发火 发火自己特别特别生气的情况下 我就自己把自己 我在墙上我垂一拳头 那么这时候我是自己是不是受伤了 那么这种其实就类比于是宿主的免疫反应 正常的情况下是一种防御反应 而如果过期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另外的相应的破坏的作用 所以这是两个方面 这是它的治病机制 那么知道这些治病机制之后 我们再来看 对于亚洲治病群 它都包括了哪些 包括哪些 那么亚洲治病群同学们 概念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整个的亚洲病的病总区 我们可以分离出一种或者是几种的优势菌 那么这些优势菌 它具有显著的独立和治病性 那么这种治病性就是前面给同学们所提到的 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干扰宿主的防御反应 从而引发亚洲破坏 那么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亚洲治病菌 也就是说在亚洲病的病素区 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优势菌 这些优势菌释放出毒素 释放出酶等等 干扰了机体的防御反应 它同时又破坏到了亚洲组织 那么我们把这一类的细菌 就叫做是亚洲治病菌 亚洲治病菌 那么你说这个亚洲治病菌 你要是确定它是 我们必须要符合一个法则 叫做靠制法则 叫做靠制法则 那么这个法则就指的是 你要确定一个治病菌的时候 必须要去符合这个法则 这是一个简答题 让你去能够简答一下 什么是靠制法则 那么这个法则同学们来看 它包括了以下四个点 在同样的疾病当中 能发现同一种的病原菌 病原菌 也就是说这个治病菌 它是一个优势菌 是吧 是优势菌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能从该疾病的组织当中 放离出病原菌 并且能够纯培养 并且能够纯培养 好 那么这种重培养的物种 接种到了易感的动物之后 它能够引起相似的疾病 最后能从实验动物当中 重新获得病原菌 再次的进行重培养 那么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来个同学们取例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里讲一个叫做 是妊娠基因缘 后面我们会去学到 它最主要的治病菌叫做是 PI PI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升级到了 大约应该是有十位的患者 患有妊娠基因缘的患者 那么通过它的局部的这个 进行病原菌的检查 我都发现 其中它的最主要的这个 都能够分离出谁 中间普世菌 那么也就是说 它能够分离出这样同样的一种 病原菌 我将这个中间普世菌 那么从这个组织所有的 致病菌当中分离之后 并且能够培养它 培养它 培养之后 我把它接入到小白 接种到小白鼠身上 那么接种到小白鼠身上之后 它从而又引起了 这样的一个营严的发生 营养发生 我把小白鼠身上的这种营严 当中的这种致病菌 再次给它进行封离 封离再次给它培养 培养之后 韩式谁 韩式中间的普世菌 那么其实它就是整个的绕了这一大圈 绕了一大圈 同学们 这个抠制法则 我们要记下来 这是一个简答题 简答题 那么我们说 各自的这个 引起的疾病 它的病原菌 它是不太相同的 不太相同的 我们分别要给同学们做出解释 导致慢性营严的发生 它最为主要的致病菌 叫做是放线菌 慢性营严的发生 最主要的致病菌是放线菌 而妊娠性营严 它最主要的致病菌 叫做中间普世菌 叫做是PI 叫做是PI 记的时候怎么记啊 同学们 说怀孕之后 男生隔女生之间 是不是就中间隔了一个大肚皮 大肚皮不就是PI吗 同学们 PI 好 那么坏死性溃养性的引言 我们把它叫做是 啰嗦中坏死 啰嗦中坏死 齿钩蜜螺旋体 缩形杆菌和中间普世菌 啰嗦中坏死 慢性的牙中言 同学们 慢性的牙中言在前面讲到符合体的时候 我提了一个叫红萝卜符 能想起来吗 同学们 能想起来吗 叫做红萝卜符 吃红萝卜有福气 是吧 吃红萝卜有福气 叫做红萝卜符 慢性的牙中言 那最后一个 轻轻性的牙中言 它最最主要的致病菌 叫做半放线区体感菌 大A小A 大A小A 好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所能够提到的主要的致病菌 而这些主要的致病菌会出现 释放出相应的一些毒素 而最最经典的毒素 同学们看一下 半放线区体感菌 它是唯一一个能够释放出白细胞毒素的致病菌 它是唯一一个能够释放出白细胞毒素的致病菌 那么牙银不离单胞菌 这是目前公认的导致牙周病发生的最主要的致病菌 它能够释放出的是牙银素 它能够释放出来的是牙银素 那现在同学们我们来想 我们来想 在整个的牙周的致病菌里面 第一个是慢性的营养 慢性的营养 它最主要的致病菌是谁 叫做是放线菌 所以我们可以去想 说这个放纷针的过程当中 慢慢放线 是吧 叫慢性营养 那么再向上 妊娠期营养 它主要的致病菌叫中间普世菌 Pi 好 坏死性溃疡性的营养 叫啰嗦中坏死 啰嗦中坏死 那对于慢性的牙周炎 慢性的牙周炎说吃红萝卜有福气 叫做红萝卜福 那么放线聚集杆菌 侵袭性的牙周炎 侵袭性的牙周炎主要是谁 大A小A 好 那么其中我们说 唯一一个能够释放出白细胞毒素的是谁 大A小A 那么目前公认的牙周致病菌是谁 叫做是牙银补林丹包菌PJ 是吧 补林丹包菌PJ 好 那么它在释放的过程当中 能够释放出牙银素 牙银素 好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叫做是牙周致病菌 是吧 是一种优势菌 各自疾病当中的最优势菌 那么当我们行锁引起起习性牙周炎时 它的致病菌叫做是半放线聚集杆菌 那么这种半放线聚集杆菌 它的致病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在提案当中要求你去认述一下 大A小A的致病作用 致病作用 那么这个致病作用 同学们 看一下 它能够通过使多型和白细胞的区化 抑制因子 释放出这种区化的抑制因子 白细胞区化抑制因子 从而去抑制白细胞的区化作用 达到降低宿主的抵抗力的作用 那么这个是指白细胞 它本来看到外界的细菌侵入了之后 我就要发挥作用 我嗷一口 我就要去通知到它 那么它会向致病菌会靠近叫做是区化 但是呢 这种大A小A会去释放出一指因子 一指白细胞的区化作用 所以说宿主的抵抗力就会降低 就会降低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 说大A小A它能够释放出内毒素 内毒素 那么这种内毒素前面给同学们说了是不是叫做是白细胞毒素 是吧 那么这种白细胞毒素 还有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外毒素 内毒素等等 以及破骨细胞激活因子 所以说这种东西激活了破骨细胞 所以它就会出现骨的吸收 就会出现骨的吸收 那么另外呢 它还会出现成纤维细胞的抑制因子 成纤维细胞的抑制因子 还会蜂蜜出胶原酶 那么这些作用 它抑制了成纤维细胞的成纤维的蜂蜜 是吧 亚银纤维的蜂蜜 然后呢 这种胶原酶又破坏到了这种胶原纤维 所以最终会导致组织的破坏 那么这个大A小A 它的作用表现在几个方面 同学们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抑制了白细胞的曲化作用 从而去降低了宿主的防御反应 那么第二个 它会释放出内毒素 它会释放出破骨细胞 对骨组织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那么最后呢 它会释放出一些成纤维细胞的抑制因子 还会释放出一些胶原酶 把我们的牙周膜的这样的一些纤维组织 也给它破坏掉 所以这个点同学们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点 需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知道这些我们最为主要的优势菌之后 我们再来去观察一下 牙周病的致病菌里面 我们会去提到一个证据充分 证据充分 也就是我们研究最多的主要的致病菌 它有什么 它有半放线区积感菌 牙银普林丹包菌和福塞坎氏菌 所以我们把它总结叫做是福邦牙 叫做福邦牙 同学们出到填空题的时候要会做 那么中等证据的时候 中等证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出一个口诀 叫做直肠缠绕两中间 两个中间 然后螺旋单包聚变黑 是吧 聚变黑 直肠缠绕了之后 两个头都缠绕 缠绕之后呈现为什么 螺旋状 所以说是单包 它都变黑了 都变黑了 叫聚变黑 是吧 那你如果要记不住它的话 我们只需要记这一个就行 持股密螺旋体 前面所提到的主要的致病菌里面 高频的提到了一个 叫持股密螺旋体 它并不是证据充分的 而是属于中等证据的 而是属于中等证据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在亚洲的致病菌里面 所能够提到的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么这几个致病菌 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将其掌握下来 来同学们 我们来最后做一下总结 那么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叫做是符合体 在致病菌里面 我们所提到的叫符合体 符合体它是怎么说的呢 它叫做是红 红什么 红若不符 陈菊中 然后是谁 叫做是黄炼 利瓣 来放鲜 是吧 紫色的尾小宝 这是符合体 那么优势菌里面 说慢性的盈眼 慢性的盈眼 那么它主要的致病菌 叫慢慢放鲜 是吧 那妊娠期盈眼 叫做中间隔了一个大肚皮 中间普氏菌 Pi 好 坏死性 培养性的盈眼 Anug 它主要的致病菌 叫做是 啰嗦中 坏死 啰嗦中坏死 好 那么慢性的 牙周眼 它最主要的致病菌是谁 最主要的致病菌 叫做是 红罗不符 红罗不符 好 再下上 说起习性的牙周炎是谁 是大A 小A 是吧 大A小A 好 那么与牙周病发生密切相关的 有两个 一个叫做是 证据充分 证据充分的叫做是 伏 巴牙 而我们中等证据的 其实最主要的就提了一个 叫做是 齿公立 螺旋体 它是属于中等证据的 所以在我们的优势局里面 我们要给他问到很细节的东西的话 就这些内容 就这些内容 好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 亚洲的致病菌 亚洲的致病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组织的防御机制 在亚洲组织的防御机制里面呢 我们包括了以下几个内容 那么这几个内容里面 同学们 我们要关注到的点 第一个 它包括的是上皮屏障 那么这个上皮屏障 它指的是什么呢 来同学们 看这个图 这个图 其实我们之前给同学们 有讲过 营牙结合布的概念 营牙结合布 它是借助于 我们这里存在的叫结合上皮 封闭了我们组织 牙洲组织当中的 软硬组织之间的交界线 那么它最主要的就是结合上皮 所以当细菌要侵入的情况下 必须要通过这个结合上皮 那么由此 我们的上皮屏障 是整个的亚洲组织防御机制的 第一道屏障 而它最主要接触到的组织 就叫做是结合上皮 结合上皮 那么当所形成的结合上皮 在正常的情况 根据炎症的表现 它在更新的时间 大约是在五天的时间 五天的时间 这第一个屏障 那么第二个屏障 指的是通时细胞 通时细胞里面 有中性粒细胞 单核细胞和趋势细胞 其中中性粒细胞 它构成了整个通时系统的 第一道方线 第一道方线 那么再向会同学们看一下 营工业 营工业这个等会 我们会去看到 它是要考到概念性的东西的 那么营工业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补体和抗体 那么它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里面的这种补体抗体 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充洗的作用 把细菌能够进行杀灭 但是呢 它又会为微生物的生存提供一定的营养物质 因为牙食的钙化提供相应的矿化的物质 所以它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啊 那最后制止的是唾液 大量的唾液通过冲洗 入滑缓冲作用 能使我们口腔当中维持一个酸碱平衡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面 亚洲组织的防御机制 我们包括了四个方面啊 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上皮屏障 上皮屏障是什么上皮 是结合上皮 那结合上皮 它就指的是营牙结合部的那个结合上皮 它所能够更新的时间是几天的时间 五天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是通试细胞 在通试细胞里面构成了我们整个防御机制的第一道防线的是谁 是中性粒细胞 是中性粒细胞 好 那么再向后我们说到了银沟液 银沟液以及唾液 它具有一定的冲洗和润环还有缓冲的作用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去了解到 银沟液 GCF GCF 那么它指的是通过银沟内上皮和结合上皮 银沟内上皮 我们再重新画这个图 它就指的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这整个牙龟的这叫银上皮 银上皮位于银沟里面的这个叫做是银沟的沟内上皮 然后它有一部分组织是封闭在牙齿的软硬交界线的位置 那这个呢 它就指的是结合上皮 所以说银沟液是通过银沟的沟内上皮和结合上皮 从牙龟结地组织当中渗入到银沟当中的液体 通过牙龟的结地组织渗入到银沟内的液体 那么这种液体的成分来源于血清 液体的成分是来源于血清 这叫做是银沟液的概念GCF GCF它是通过沟内上皮和结合上皮 将牙龟CNV组织结地组织当中会渗入到银沟当中的液体 那么这种液体它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血清 概念性的东西要掌握 这是第二章的内容